3. 解放日報 颱風天部份航班插空起降 合規上海兩大機場全力保班 航班運行情況已恢復正常 2015年7月13日綜合連載05飛機的起降過程 首先是一個站在安全基礎上的嚴謹過程 業內並沒有所謂颱風槍口期 更不會刻意僥倖利用春秋航空新聞發言人 將武安本部記者梁建剛取得颱風撐紅減若遠離 上海兩大機場恢復運行 上海機場全力以赴為旅客出行做好服務 截至16時30分 紅橋機場的微出港航班中 延伍2至4小時航班 4架池 無延伍4小時以上航班 航班運行情況已正常 在11日兩大機場超過1200架航班被取消之後 一篇名為99%的航班都取消了 但這5家公司在超強颱風中繼續飛開始在網上風傳 民眾介紹了國泰、俄航、春秋等航空公司 在颱風天順利起降的消息 並將其稱作民航中的戰鬥機 這樣許多人驚訝之餘不免而說 颱風天順利起降的危險究竟大不大 為何大多數飛機停飛 唯獨這幾家可以起飛 真的存在所謂颱風槍口期嗎? 安全不欠起降的遠不止5家實際上 普通機場截至11日16時 取消航班815架次 但仍有少數航班安全進出 其中進港27次、離港39次 紅橋機場截至11日18時 取消航班400架次 進港5架次、出港62架次 其中北伐國航、吉祥等航空公司航班 所謂只有5家航空公司繼續飛的說法 並不準確 昨天、春秋航空在經過運控部門詳細調查後 新聞發言人將武安告訴機者 春秋當時的飛行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是當時氣象條件符合運行條件 航班才會得以執行 飛機的起降過程 首先是一個站在安全基礎上的嚴謹過程 業內並沒有所謂颱風槍口期 更不會刻意僥行利用 將武安介紹 春秋航班在上海降落時 機場的側峰和頂峰等氣象條件 均符合搜索規定的放行和降落運行標準 航空公司運行的最高準則是 飛行安全保障旅客的生命安全 颱風中起降並非不可愛飛行俱樂部董事長 資深機長陳建國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但在颱風中起降並非不可愛 航班是否取消 起降 不僅僅要考慮天氣 飛機狀況 這是個系統工程 對航空公司而言 除了天氣、飛機狀況如何 機場是否具備相應之質 機場是否符合起降標準 機場周圍交通是否停運 都需要考慮 當航空公司決定不取消航班 接下來的判斷就需要運行部門與飛行完了 機場是否有颱風起降經驗 是否有被降機場 都是要考慮的 陳建國說 航空公司針對不同機型也會制定更加詳細的運行標準與要求 颱風天時 雖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也並非時時刻刻都是狂風暴雨 若短時間內條件稍好 機組完全可以順利起降 當天氣狀況允許時的起飛降落 都是合法合規的 指示是否合理 需要各家公司與飛行員 結合當天當時的具體情況中合判斷考量 陳建國解釋道 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